叫老铁们 包包子 从头开始 这个呢 就是咱们普通的饺子面 就可以用饺子面去捏 然后咱们拿出一块面呢 就反复的躺背窝里捏 捏边盐 把边盐捏薄 然后中间有厚度 中间就顶馅了 然后 然后捏边盐 捏完之后咱们的手呢 要挖兜 反反复复都这么整 然后大拇指呢 要捏手的这个部位 二拇指呢 要竖直状态 这样是咱们的褶才长 如果你要捏这儿的话 褶就短 捏这儿还行 捏这儿更长 然后这个左手的拇指是打馅的 右手的食指是随着 给它往 辅助它 辅助它 很多人包不好 是因为两个手 它不能协调 慢慢就习惯了 这个手指头始终在这儿 不要动 然后动的是咱们的包子 或者是手腕 动包子 然后捏的时候呢 二拇指出去 大拇指不动 二拇指出去找面捏 二拇指出去找面捏 捏呢是捏褶的前边 不要捏褶的后边 如果你前边 如果你前边有一个褶 那就证明你包完以后 里边的上面的面特别多 下边面薄 上面面厚 不好吃 捏这儿 然后这个手是辅助的 咱们之前说过了啊 大拇指打馅手辅助 大拇指打馅手辅助 捏褶的前边 捏前边 你就记住了 燕子说过 燕子说过 前边没有面 就正确 包完以后 褶是竖直的 就正确 如果不对了 毁了重做 毁了重做 再走 走 走 到这儿以后呢 咱们就不要再去走了 咱们的手要出来 出来的目的是什么呢 目的是捏着包子 让你的包子更挺立 没事不要这么转啊 我是给你们告诉你们一声 这时候手出来了 捏着包子了 好再走 走 手指头没有变它的长度啊 别变 走 最后一下 完事了 对不对 很多人这就完事了 手呢就上来了 错 这块容易流汤 最后一下要捏第一个褶儿 第二个褶儿 捏完之后 手再上来 捏小边边 捏的同时 手要捏包子 给它竖直啊 然后这个手呢 要提包子 提包子 同时二拇指往后抿 大拇指往里藏面 二拇指往后抿 大拇指看往里藏面 往里收 往里收面 收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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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接着走 然后再收 再收 再收 直到你的面 收到一小点点 这面有点筋了 提不动了 都 双击666 别忘了老铁们 双击是为了保存视频 随时看 你可以暂停 再播放 暂停 再播放 让燕子永远为你讲解